2018全球造星计划 加拿大赛区的海选 于6月30号在万锦市举行 本次赛事由繁星演艺承办 新动力传媒集团协办 本次比赛由3到16岁的参赛选手们 带来的共75个不同的精彩节目组成 其中包括唱歌 跳舞 契乐表演 话剧 音乐剧 背诵 朗诵 甚至还有说唱以及智力表演等各类才艺表演 各个选手都颇具前置 才华横溢 记者了解到 很多青少年都怀揣表演梦想 并表示想要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 参加在北京的最终决赛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王子彤 今年12岁了 我今天要拉小提琴 那么小提琴的曲目叫什么 小提琴的曲目叫Charlash 我觉得这个曲子有很多各种的颜色 像个舞蹈一样 也有慢的 也有快的 2018全球造星计划 中国国内的赛事 包括30个省 有45个海选赛区 报名选手超过10万名 今年 比赛又延伸到了海外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地都设立了分赛区 此次开设的加拿大赛区 为爱表演的加拿大华裔青少年们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他们才华的舞台 更帮助很多本地的导演和制作人 以及电视媒体发掘他们的演艺才能 让他们今后拥有更多的文艺演出机会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大家 能够使自己的儿童在才艺方面 有个充分展示他们才艺的一个很好的舞台 那么未来无论是继续走专业的道路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 对它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次海选过后 还将在7月7号进行一场多伦多总决赛 届时将会集多伦多知名的导演 制作人 歌唱家以及话剧演员 本次大赛全球最终将一共产生100个决赛名额 甄选出来的优秀选手将于7月24号到27号 在位于北京的恒电影视城明清公园进行决赛 而获胜的优秀选手会被推送到各自合适的影视剧组 以及综艺节目中去 CCCTV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